为个银山啊敢跳四为民 为两民打三打四是缘分 小心我帮 小心我帮 抽出有份 抽出有份 你说无银怎样会行混 忘业分 找到拢子有缘分 回顾新加坡博彩的历史 多多 四地很有趣 原来当初新加坡政府利用它来筹募基金 建立国家体育馆的 1966年 刚独立的新加坡 需要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 兴建国家体育场更需要一批可观的资金 政府于是通过临时法令 允许新加坡马会推出新加坡彩券筹集资金 当时的彩券价格是每张一元 投奖 奖金35万元 新加坡博彩史上的第一期博彩 取得了大约150万元的盈利 第二期的新加坡彩券在1967年1月开采 而自此以后 开采日每隔四到六星期举行一次 本地的博彩 指的不外乎是多多 大采和万字票 这几个名词让人耳熟能详 多多刚起步时有49个号码 公众必须侧中其中六个才会中投奖 但大家很快意识到中奖几率只有1300万分之一 奖金又不高 所以都果足不前 博彩公司于是加以调整 只要侧中五个号码就能赢取至少10万元的现金奖 假使第一和第二组奖金没人赢取 下一期的多多奖金就会增加5000元 直到20万元的顶线 现在的多多 名堂五花八门 团圆多多 红包多多 周年庆多多 FB多多和中秋多多等 多到不胜美举 新加坡博彩公司是新加坡赛马博彩管理局Tout Board 简称博彩局的全资子公司 博彩局隶属于财政部 博彩公司从多多 万字票 大财等博彩活动 以及体育赛事上的博弈赚取收入 必须再扣除营运成本 分发给的奖者的奖金 以及向政府缴纳税务后 把盈余交给博彩局 博彩局是本地最大的赠款组织之一 除了博彩公司 新加坡马会在赛马方面 以及赌场入场税所得到的款项 都会用来改善社会 或发展艺术 文化与体育 为了加强社会援助网络 博彩局在2006年设立赛马博彩局社会服务基金 之后每三年就向基金捐赠款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